尼可棒 棒 一些弹幕收藏分享还有评论 我这次是一共精选了七条这样的小技巧 我选的都是那些看起来稍微有点科学道理 感觉可行性比较高的 那些看起来特别玄乎不靠谱 比如说哪一个大勺子 画眉毛的那种 我们直接就略过了 首先第一个技巧 是我三年前刚刚开始做博主的时候 就已经在微博上面看到的 如果觉得粉底不服贴 有点服粉的话 可以先在上粉底之前 淡淡的铺一层散粉在脸上 然后再上粉底 先是这边脸吧 然后我用的 今天用的是这个CPB的透明散粉 因为它的这个粉比较细 然后我的用量也是比较少的 就轻微来一点 哇 基本上抖掉了大半部分 然后轻刷在我这边脸上 那我今天用的粉底呢 是Bobbi Brown的这个虫草粉底液 我记得我当时看到那条微博的时候 它没有描述的非常详细 它没有说后续是具体怎么样上 用什么工具上都没有说 所以我就按照大家比较习惯的上粉底的方式 就这样点开 然后用我们的美妆蛋把它铺开 让我来感受一下 我原本觉得这个方法呢 听上去有点道理 但是我一直挺疑惑的 先上散粉再上粉底 粉底就会很容易结块 会坨在一起的感觉 但是可能是因为我散粉上的比较少 然后散粉本身有比较细 所以目前呢 是完全没有这种情况的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我今天的皮肤状况并不好 刚从一个热带的国家回来 然后休息的不是很好 皮肤状况就不太好 现在就目前看来了 这边的底妆确实有点出乎我意料的服贴 但现在还不能下定论 所谓路遥之马力 日久见人心 我们过一段时间再来下定论 我等一下视频估计还要录两个小时呢 我们可以等最后结束的时候 给大家看一下 接下来呢 要测试另外一个上底妆的方法 这个上底妆的方法呢 看起来非常的简单 用点涂法上底妆后 并不抹开 直接全脸喷保湿喷雾 然后再用湿水了的美妆蛋 抹匀全脸 可以提升光泽度 在我脸上是 就这边脸是 整个底子是感觉有点湿湿的 就是在湿湿的皮肤上把粉底推开 推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 就跟平时是一样的 没有说特别好推 也没有特别不好推 下面的这个呢 是这样说的 先上腮红 再上蜜粉 会有一种百里透红更自然的感觉 那我今天呢 选的腮红呢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颜色 是Benefit的这个 蒲公英的腮红 在那个小视频里面呢 它是用的这种粉扑 按上去的 所以我也用粉扑 我稍微这样搓一下 好 然后 嗯 白里透红 我怎么不觉得 我只是觉得这会让 就是你的腮红 就感觉被蒙在一层雾里 因为这个散粉呢 它上脸之后就是 变成有点像水蜜桃的那种 毛茸茸的哑光感 所以这个腮红呢 有点就是被 压在这个毛茸茸的 散粉的下面 变成了比较偏哑光的感觉 虽然说呢 有很多腮红也是哑光的腮红 但是就算再哑光的腮红 它也不会像蜜粉 在脸上呈现的那种 哑光感这么的明显 它多多少少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 小小的光泽的 我现在是非常不喜欢 这个腮红完全被 压在散粉下面 的那种感觉 而且这样子 整个腮红 连腮红的这一块区域 妆感都显得很重 我觉得首先 这个不适合 干皮的同学去用 因为干皮的同学 一般脸颊的这个地方 皮肤都比较干燥 这个地方不适合 压这么多蜜粉 第二个就是 不适合化妆 容易显老的同学 就是你脸颊的这一块 都没有什么 比较自然的光泽了 它都变成整个一个 是雾面的感觉 现在看起来 哇 这个妆感 感觉比我自己平时化妆 老了三岁 老了五岁都不止 那当然了 这个方法 我只是觉得不太适合 我的长相 还有我的皮肤的肤质 有可能有些同学 用起来这个方法是好的 也不一定 下面的这个方法呢 就厉害了 我特别的想尝试 以Z字形画眉毛 首先呢 它说是以 眉峰和眉尾 画一个Z字形 这样 哎呀 它的 它的那个小视频里面 是看得很清楚 因为它的眉毛 只有几根 但我的眉毛很浓密 所以看的不是那么明显 那个Z字形 然后是这样 然后呢 再把Z字形的这个点 跟眉尾这个连在一起 连接美风和眉尾 然后向前填充眉框 然后刷一下 眉毛 让它更加自然一点 第一次用这个Z字形 画眉毛 比我想象中的 要顺利一点 虽然说整体上 这个现在出来的 这个眉型呢 我不是特别的满意 但是我觉得 多练习几次之后呢 就可以熟能生巧 好了 我现在发现这个画法呢 有一个小弊端 就是当你画一边的时候呢 确实真的挺好操作的 但是 你很难保证 你两边画出来的Z 是一样的Z 所以它同样会有那种缺陷 就是你两边的Z 画的不对称的话 你的眉毛很可能 就会画的不对称 但我觉得这个依然 还是可以通过 多练习几次 这个Z字形画眉法 来改善的 抖音快手 知名眼影画法 我特别想尝试这个 在那小视频里面 看起来真的非常的简单 我觉得是 小学生都能学会的那种 我看的那个小视频里面呢 用的是一个 偏这样子 有一点点小酒红的颜色 然后只用了两个颜色 一个小酒红的颜色 再用一个珠光的提亮色 首先呢就是拿这种眼影棒 然后一面呢就多一点 沾这个红色 这个粉红色 另一面呢 干净的这一面呢 就沾这个珠光色 然后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一下 反过来 中间一下 再返回去红色这一面 再来一下 然后呢就会有三格 不同的颜色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拿出一个运染刷 直接把它们 运开 然后呢视频里面呢 上面运染的差不多之后呢 就直接用这个运染刷 带到下眼影的这个地方 其实 这个方法 其实真的还行 真的还行 虽然说它肯定不可能给你画出一个非常精致的眼妆 你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眼影啊 它整体上没有什么层次感 但是如果 有时候你赶时间啊 比如说上个班而已 没 不需要这么精致的时候呢 我觉得 这样子画一下也还是可以的 我觉得这个方法很适合推荐给那些画眼影 刚刚入门的同学们 因为就我目前像这样子 整个大概画出来的感觉呢 我觉得比那一些 我看到的完全不会画眼妆 然后自己倒腾画出来的眼妆的同学 要稍微好看一些 所以你可以先用这个方法 大概的去练习一下手感 感受一下眼影在眼睛上的整个感觉 作为一种练习还是挺不错的 这种眼妆感觉就是回到了我大学时候 早上上早课 但我还是坚持每天化妆 因为我想要我化妆技术提高 但是又因为时间感 所以没有办法 还是化眼妆的时候就会比较草帅 我现在整个妆我都不忍直 是 我那时看你就是这样的 真的 对啊 然后你还要觉得自己超漂亮的 你什么意思啊 下面的这两条呢 都是跟口红有关系的 首先第一条呢 就是让滋润的口红变成哑光的口红 其实这条我见的还蛮多的 我觉得可能也不算很小众吧 我先涂一个滋润的口红 是亚诗兰黛130的这个颜色 我先随便涂一下 哇靠 我现在这个妆看起来像个 春口一枝花 就是我了 好 这个方法呢 就是 现在这个口红呢 是比较滋润的那种 看上去是比较有光泽的 然后我们把它变成哑光 是说用一个纸巾 然后盖在嘴巴上面 然后呢取散粉 打散粉 这是 这个方法很不科学 那嘴里不都是散粉啊 是我的问题啊原来 对不起 刚刚用的这个纸有点太厚了 这是洗脸睛 我再去拿一个薄的纸巾 重新来 现在呢 拿到一张薄的纸巾 稍微压光了一点点 但是上这个散粉的时候呢 就是纸巾会称到啊 那纸巾称到了 它变得哑光了一点也很正常啊 这个效果就跟我刚涂完口红 然后我这样 嗯啊一下 没有任何的区别 下一个呢 还是跟口红有关的 方法也类似 就是让你的口红 不那么容易粘杯 我再重新补一下啊 好 现在呢 是比较粘杯的 我轻轻的印一下在我手上 你看 就是很很大的一个红印 它的那个小视频里面呢 是先用一个纸巾 然后呢 垫在嘴巴上面 还要把纸巾给喷湿 是这样的 然后 最后洗水 脱下来之后呢 上的不够多 再来一点了 然后呢 它说 现在呢 你的口红呢 就没有那么粘杯了 我再来实验一下 用这只手 没有任何的区别 那又怎么回事 还是很红啊 我对最后的这两个方法 保有意见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我用的口红问题 还是我用的散粉问题 还是我的纸巾质量 太好的问题 反正就是 两个都非常的不成功 在今天测试的 这七个小技巧里面呢 其实还是有一个 挺实用的 就是那个Z字型画眉 我觉得 真的稍微练习一下 是一个非常方便的 画眉的方式 还有底妆 我没有评价 我这边脸呢 现在已经是非常明显的 可以感觉到 有一种干燥的紧绷感 皮肤有点像被 向上就是扯着的感觉 因为我是让了 妆前乳的 我妆前乳里面 有一些保湿啊 营养的成分 在这之前 我还做了基础的 护肤工作 里面有我护肤品的 一些油分啊 养分 但是你用散粉 因为粉这种东西 它是吸油的 所以这个方法 我觉得不适合我 但它涨出来的粉底 确实是比较贴脸 就是在脸上扒的挺牢的 所以我 觉得如果在看这个视频的 混油皮们 你们在夏天的时候 觉得皮肤比较容易浮粉的话呢 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 那这边的底妆呢 刚上去的时候呢 因为有那个 保湿喷雾的水分在里面 所以它确实整体上 那个妆效是显得更加有光泽 但其实等这个水 在你脸上蒸发掉 或者你皮肤吸收了之后呢 那个光泽 它就自然而然就下来了 并没有一个 长时间的提高 其实大概就是过那么五分钟 整个光泽感就下来了 就是跟我平时上粉底的时候 差不多的感觉 没有什么变化 所以我觉得 喷一层喷雾 然后再把粉底点开的 这个方法 其实 没有太多实质性意义上的改变 那今天的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们觉得我的妆美吗 好了 那这个本来应该是 非常严谨的撤屏视频 渐渐的走向了不正经的道路 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希望你可以 喜欢这期的视频内容 也要看得开心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 哦对 如果你们有一些 就是自己私藏的 非常好用的化妆小技巧 就别人都不太知道 只有你自己知道的那种 很欢迎 你可以在评论里面 大方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拜拜 拜拜